为了促进与政府和企业界人士的合作,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,联合国再次任命前纽约市长亿万富翁彭博为气候行动特使。 根据报道,长期致力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彭博于2018年首次被任命到该职位。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五表示,他希望这位前纽约市长在今年11月全球气候峰会之前以更强大、更有信心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。 全球气候峰会因新冠疫情推迟了一年,它被视为是巴黎协定签署6年之后国际社会遏制人为气候变化努力的关键时刻。 2015年的巴黎协定签约的各国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,使全球气温升高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,最理想的是1.5摄氏度以下。 古特雷斯希望各国加强合作,到2050年之前必须建立起真正的全球碳中和联盟。 作为联合国气候行动特使,彭博将与各国企业、金融和公民社会组织领导人共同制定并实施计划,特别是在高排放量国家、工业和部门,以期大大加快他们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。 彭博于2002年至2013年担任纽约市第108届市长,1981年推出了金融新闻和信息公司彭博新闻社。 2014年1月31日,他被时任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为联合国城市与气候变化特使。 2015年12月,彭博被任命为联合国金融稳定委员会工作组主席,负责气候相关财务的披露机制制定工作。 2018年被第一次任命为联合国气候行动特使。